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平安 好 那你有没有闻到 国内的选战的烟宵会 已经出来呢 从民党选对会拍板了 陈中选台北 林家荣选新北 然后包括陈中部长 接下来大家都问的 什么时候会辞掉 包括防疫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 选战的烟宵会 早就已经弥漫 而台北 新北 桃园 这几个重要的选区 光今天讲陈中部长 对今天 卫福部出了一本新书 那防疫堡垒 那这新书出来 陈中部长去的时候 也被问到很多相关一些话 连陈部长那时候讲说 包括是不是自由业这些 全部都绕着正在走 先让你听听看 今天陈中部长 被访问的时候 相关的谈话 来 这不能这样讲 我想战役保理 最主要是我们 检疫所的一个辛劳 我讲的自由业 指的是说 我当牙医师在开业的时候 我本意应该是进到政务体系之前 是一个自由业 有医师认为就是BA4跟BA5 年底会可能会就是 导致确诊死亡破1 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你选军 我想这个疫情的变化万端 那指挥中心不管我在与否 都有一个坚强的一个 医药界的一个后盾 能够处理各样的事物 谢谢小培 选战其实那个烟消早就已经开打 只是陈中部长什么时候要死 包括他今天也讲说 对讲自由业 你们大家为什么要把它想成是这样 可是这些一字一句都会有一些的影响 当然自由业 谁要讲你当牙医怎样 你现在讲你老婆 那你扯到你牙医 因为他知道他讲错话了 我们也干他 柯文哲也干他 他讲 那讲自由业夺伤中华民国的体制 你是中华民国的卫福部长 你是政务官 你是部长 你是今天虽然职业无贵贱 可是什么叫自由业 据我钟小平出钱的了解 开计刃车叫自由业 房屋仲介叫自由业 你是两个行业的吗 而且我问你的时间点 是你落跑部长去选市长 谁管你牙医啊 你又没医死人 我管你去把你牙医说怎样 就是说谎嘛 68岁还一直说谎 我觉得很烦 你知道人越老 越会说谎 第二个陈建仁 陈建仁同样 仇虑的情绪 跟陈志忠下降 死了一万个人 然后每天跟人家反驳 然后就看了就 他就十足的深 他很台独 他就是拿民进党票非常容易 让民进党归队 他有这个能力 他就深绿 中间蓝嘛 仇虑情节深 这个候选人 像个小铁球很硬 可是铁球很小 就是扩张性低 那他出来选 就是大家 中间选民跟蓝的 甚至白的 那就是有仇报仇 没仇练身体 我要弄死你嘛 这就是仇恨值的意思 很强嘛 他仇恨值最强嘛 可是他不会最能 拟据绿营的所有相关 不管是深绿 浅绿这些 他不会最能拟据 如果仇恨值强 不管是蓝绿对抗 或是白绿对抗 蓝白对抗 管你是怎么抗 陈志忠 难道不会最能把绿的 都搬勾在一起吗 应该这样讲 天生的绿 就小台北市 台北市跟桃源算是 不要讲花冬了 算是最小的比例 所以他站稳三分之一 不是问题 可三分之一不会当选 这个最低要38%才会当选 如果黄正在还够强的话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 好 今天哦 今天这个郑文燦讲了一个实话 我们的票 38到43 那就表示 你的天花板就是38 选政场就33 35嘛 当然大家会把自己的后选 讲的强一点 郑文燦讲 陈志忠好 那所以 接下来 那国民党要干什么活 大家很清楚 陈志忠 是很有戏的 陈志忠 老归老 反应很灵敏 那一开始就 炮打柯文哲 是 柯文哲当市长 大家 大家觉得最诟病是什么 你也没做什么坏 可是一事无成 台北市空转八年 印象是这样 所以他打的 所以民进党幕僚 还是很强 就是一举重地 这个概念 好 那你弄我 那我就弄你 我的副市长中风 是参加你们被中央害的 散热活动很累啊 很气啊 那我们怎么办 你们就在看戏 我们不能否戏打对嘛 不是我们也要趁饭吃啊 我们小讲啊 对不对 所以 他的 他要调整他的 宣传的 文宣的幕僚 要台北市政 最后大概剩 剩十几周 十七周 十八周 每一周 推出一个 切合台北市民 特别年轻人 千锤百炼的 然后钢铁不换的 政见出来 一天 哦 这个好 我要头讲完 年轻人站起来 要有这个能耐 不能用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对打 你除非你要另起炉灶 然后你才可能 有分到媒体的曝光度 所以这个方面是要加强 然后最后两句就是 第一个 弃黄保奖救台北 是我们是一定要讲到底的 哦 ok 因为黄珊山拿的是我们的票嘛 我看选前 他为了要黄珊山强大 所以选前选前 我说提名前 是 那叫做 那叫做弃城保皇 选后 他们也在推动 弃黄保城啊 他就 我的那时候 你还记得那时候提名前 拿到三十三趴 黄珊山绿的票 他冲到二十九过 所以两头 开始要裂解他了 蓝绿两大党 这是 一定是这样走的 最后呢 我们不仅要赢 还要把黄珊山压到十五趴以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2022跟2024是联动的 黄珊山选十三趴的话 假设 第一个确保蒋万当选 这个大概带我回意了 第二个 柯P也不敢选总统 柯P选总统还是我们的心腹大患的 他选总统 郭台铭 侯友宜这种强棒选 也搞不过赖清德的 所以 要把民众党压缩到最小 小鸡的数目 议员最少 三席四席 他提八个 然后黄珊山的票最少 我们努力做 这个是选举的走线 OK 可是请非对你们来讲的话 崔陈时中 包括讲说什么自由业啊 这些是失言吗 那包括今天 他在新书上面 你看媒体就会 这是不是毕业 是要毕业典礼啦 然后是不是为了这书 然后所有这些 第一个防疫一定会 跟他挂在一起 那我相信 陈部长 你看他的自理航天 防疫也变成是他主攻的一项 那是他的政绩 那你就会发现 政绩跟缺点 都是两边各自讲的 都在防疫 可是另外一部分 对他来讲的话 他的仇恨值真的这么高吗 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只要是你变成了候选人 政治他就是一番两段隐 喜欢你跟不喜欢你 这是非常清楚的 不会是说你今天担任指挥官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用政务官的角色 然后去思考 在整个决策当中的一个问题 可是呢 当你是候选人的时候 喜欢你的 他就是会讲你的话 不喜欢你的 然后就开始批评 像我刚刚看 钟小平 哇 讲的 我觉得我们的提名是没有错的 你看他讲一分填膺的 好像觉得 哦 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在讲反话 就是陈时中 基本上他已经变成话题 OK 陈时中 他今天 即使这个所谓自由业 那当然 大家就两种解读 陈时中部长说 我讲的是在政务官之前 然后现在大家就把他 包括柯文哲 包括国民党 蒋万安 蒋万安直接讲说羞辱政务官 对没错 他就说 哇 你看你羞辱政务官 那当然一句话 你要怎么去解读 那你要把他当成是仇恨子吗 问题是 蒋万安你本身是要选的人 你怎么会去 批诺陈时中 或去会对他讲的话 会有什么好 好的一个 解释呢 不可能嘛 那柯文哲 即使他没有选 可是他推的是黄珊珊嘛 所以他们两个讲的话 你要把他当成仇恨子吗 基本上他就因为 不同的阵营 所讲的话 一定是对立的 那今天我们当然也要提醒 这个时中部长 你现在已经是被选对会 然后已经正式征召 要成为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那明天呢 大概终止会就通过了 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讲话的部分要更为小心 可能你讲的我以前是这个样子 就像柯文哲柯P嘛 他以前不是候选人的时候 哇大家会觉得阿伯觉得讲的话好好笑 可是他担任候选人之后就不一样了 他讲的话就会被放大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陈时中部长 他的政治光谱是在现在包括黄珊珊 包括这个蒋万安是最低的 那你说的在整个绿色的这些基本架构当中 其实时中部长他是可以绿 也可以中间选民 因为他并不是从所谓的一个很典型的政治人物上来的 就像当时候的柯文哲一样 所以柯文哲他内心就会觉得说会有压力 那压力是柯文哲你既然当时候因为民进党支持你 然后呢你用所谓白色力量 可是这个白色力量现在变成陈时中 对啊这个样态是在陈时中身上 并不是在黄珊珊 也不是在蒋万安 这个白色力量现在变成陈时中 对啊这个样态是在陈时中身上 并不是在黄珊珊也不是在蒋万安 而且目前如果依照台北市的一个状态 只要撒卡都 只要撒卡都我们用100 这个1994年 阿扁的那一场就是撒卡都 撒卡都当时候阿扁是43.67% 赵少康是30.17% 黄大洲是25.89% 只要撒卡都不要被弃保 那民进党胜出的是很有机会的 那在之后因为没有撒卡都 几乎就是一样 当然是国民党有优势 可是呢到了柯P 因为他整个是所谓的白色力量 会觉得说哇不蓝不绿 然后呢 然后民进党又没有推人 又支持他 然后他又可以支持这个 这个吸收到所谓的武党中间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氛围 才是国民党现在最担心的 那所有行政资源现在在谁身上 当时候柯文哲第一次选的时候 2014年 这个所有的 对是国民党执政 行政资源还不在柯P的身上 那现在行政资源是在黄珊珊 在柯P的身上 那你说他要怎么被弃保 不可能啊 他光在整个你看黄珊珊 他要此困难啊 我觉得他要此困难 我觉得有人会那么笨吗 把好好的行政资源 当然因为柯P 最新的消息不是这样 叫他最后十年请假 柯文哲就好 不要迟 他本来八月要迟的 当然因为柯文哲不会 只要是柯文哲同意 只要柯文哲同意 只要柯文哲同意你请假 对啊同意啊 因为只要柯文哲 我觉得黄珊珊耍赖到底 会会会会 谁会放弃 这个好的行政资源呢 对啊 没有人会放弃 这么好的行政资源 所以当 这个黄珊珊是有柯P 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 那时中部长 他当然 民进党既然提名领 当然你所谓 未来跟新北 共同所提的 首都生活圈的政策 当然就是中央背书 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谁会被边缘化 就是蒋万安嘛 所以你说蒋万安被边缘化 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 弃保黄珊珊呢 当时候国民党要打的 就是要弃保黄珊珊 可是到目前为止是不可能 这一局是不可能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一局是不是真的 就未来就是撒喀都 这个三角形 就一路走到底 对民党是不是比较有利 所以光琪 第一个 对民党只要从以前的历史 看撒喀都 就是比较有利 第二个 这场选战 肯定绕着防疫走 你会发现两边都在打防疫 只是一边攻一边守 一边说我防疫防得好 一边说你防疫防得好烂 你讲的几乎都是一样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 谁最有机会拿到中间选民的票 其实撒喀都不能再用阿扁那一次 撒喀都未必对绿营有利 因为你看黄珊珊 绿营爬捧沙 把捧得太高 反而会伤害自己的选票 为什么黄珊珊交叉分析 她的选票里面 各拿蓝绿两成 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局势 那导致我最近跟阿扁 阿扁是神射手 他很神算 他怎么看 他说谢长廷是四成对上好龙兵 最高的就是阿扁四成三 以及苏贞昌选台北市的四成三 最高天花板 他们绿营也有所谓的天花板 那向庭跟苏贞昌各输 一样都输给蓝营十七万票 那就算我们选到最后打成蓝绿对决 你要知道天花板下 还有这十七万票的这个差距 那陈时中不可能比苏贞昌向庭两位 毕竟是天王政治精力丰厚 底子很厚 那他是一个新生 他有服选过没有选举过 所以蓝绿对决的状况之下 就是最后用正看的话 他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所以这次的状况 连柯P都讲说 不到选后最后一个礼拜 他不敢预测 me too 然后郑文蔡也说 他me too 他说他说最后十天 这一场这个 这么激烈 对 也不是激烈 就是说这场这个 三喀杜的情势 他也不是柯P对上 那个蓝的 不是柯P对上连胜文 也不是柯P对上冰手中 不是 而且一九九是很显然 两个戏出同源 两个都有一个新党 一个对嘛 黃大洲 你可以说本土派 是老李丢出来的人 但他毕竟戏出同源 他不是柯P下面的黄珊珊 但是黄珊珊 过去也是新党 跟新那个亲民党 出来的嘛 所以局势很不一样 那偏偏柯P 现在目前 毕竟是在台北市执政 所以你很难想见说 到底柯P多少票 移转到黄珊珊 那讲话 如果再不堪 蓝银还是有基本盘 那绿云有天花板 那沙喀都的情况是势均力敌 那导致承受不了 后面有这个公关团队 而且是有政治阅历的公关团队 而且有政治人脉的一个公关团队 以前也浮选过菊姐 陈菊 他们在民进党裡面 是一支尖石部队 很有sense 但是不要把 陈思忠 我认为不要把他偏离到 他原先的轨道 陈思忠部长从两年前开始 到现在为止 他的性度是很高的 為什麼大家叫陈思忠 一语酸官 陈石嘛 他常吃陈石豆沙包 可是最近你看这就拿今天的题材来讲 部长你明明是讲说政务官是自由业 你竟然跑到牙医失去了 这差了几十年了 这不一样的 对不对 都会说谎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就说 有时候自我检讨 民众反而接受 而不是大内宣道 叫他宣扬道 就是说大家一看 以今年的这种Omicron的这个阴影 你说防疫的过程 就不是那么回事嘛 他们有有有三好 那偏偏苏宇仁教授 就说有三缺 那他说疫苗有及时到位 当然是比去年状况 当然是比较及时 去年 可是去年状况 大家不会忘记 你疫苗当时候是很缺 安倍还不会寒冬送暖 对不对 而且送的比我们自己采购的多 那快三有及时 还有大量采购 这跟事实不符合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骗不了人 我们都经历嘛 那时候快三还跟我药 我说去哪拿 对不对 然后要特殊管道 就有陈东豪比较早准备 对不对 还药物用的比较早 没有没有比较早 我们药物采购是早就握在手里了 记不记得是跟在地方政府说 以塞代阳 而且阳就是阳就确诊了 后来用药才有视讯 连那个钥匙工会 他的好朋友 陈部长好朋友 钥匙工会全联会理事长 跟他三十年交情的黄金税 所以我访问他他都说 四季满 满 这个用药赶快 后来是由由这个实名制 从这个药局这边开始先做的 还留成顺 或许后来顺了啦 那当然先前 先前就做了这个四点结论嘛 就说 按照那个所谓的 经济学人的那种统计架构 那他们不是第一就第二 有四项 可是学者也举出来 而且专家举出来 就是说你 你从二零二零年拉进来 一直到五月三十一号 Omicron四上高峰 高原期 可是他不是一个很有科学 根据的一个统计方式 认为是不准的 好这样也好 那你去比到陈建仁 陈前总统 他说一月就告诉说 要与病毒共存 后来到四五月的时候 他认为这几个月中间 是做的比较晚一点 那如果一本书 就不是检讨 那我两年前那个书 我说实在叫战役 他们现在这本书叫战役堡垒 我两年前 还不是为了陈时中部长 不是帮他出传记 而是我自己一个调查裁判 那里面很多检讨 那如果这本书 只是那种花坛景畜 一味的赞扬 我那本书就被出版社 其他的书 我们就是这样被骗 被圈起來 我也不会人这样自己讲 很多人来传给我 那何况是两年前的状况 陈部长是急盛时期 你现在就说 的确是是是有你的 这个所谓的防疫不利 至少乏散可乘 我可以这样比较 那你把自己催得很高 没有任何检讨的时候 这反而是跟民意有落差 况且如果现在不叫毕业典礼 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毕业典礼了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总结 为什么要出书 现在疫情今天来讲 还有三万多例 还有六十几个人死亡 那现在指挥中心 不会因为你而结束 那为什么要总结 是因为你在转身当中 所以这所有做的东西 东西都是为了他去选台北市长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陈部长现在应该要进入战斗模式了 什么战斗模式 一进入战斗模式 就考验你 你不再是过去那个指挥官 你马上就是一个候选人 候选人就说 就像亭妃讲的 就说你的发言要听准 你要有战力 你要打了 就像那个林佳龙 很快进入战斗模式 你要讲我十二次 把自己话说死了 你说我怎样怎样 但是他没有忘记 他在主轴上 直接进入战斗位置 所以呢 我们姑且看一下 这个苹果的语音其实民调 五十五点七的人 认为他不应该离开 纵使我对这个语音民调 我有一些存疑 但是这个数字出现在上一次 真正的民调里面有五十六趴 你可以说这些人认为 不应该是因为想抓住你继续 对 你做得好 你要继续做 你在这个位置上 少不了你那个感觉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就这或许是我刚刚讲的信度 陈部长的确还是拥有一堆 对他很信任的 看他是好爸爸 好丈夫好妈妈 不是好妈妈 好爸爸好丈夫等等 那所以他他有那个形象 就说不要因为一个选举 搞得似不像 那这个是我们只看陈时中部长 为什么 因为蓝的五十五成三点五 我觉得那 那看好度是不是 这个沙咖度支持度 支持度 如果是五成三 讲万万可以躺着选 在家里拜拜睡觉了 就不必这么辛苦了 倒是陈时中 我觉得黄山山 这比较低了 黄山山很早就突破了十五到十八趴 这个框架 他早就往两成多走 那倒是陈时中部长 他一直在两成 这个民调 我觉得两成八 跟过去的民调差不了多少 那倒是最差状况 有跌破两成的 他应该庆幸说 我至少我打底是两成八 可是未来是硬仗 硬仗还有包括 就说你毕竟你要知道 就像我们老了 我们要毕竟知道白头发出来 什么状况都有了 我们不如 我还讲三四十几岁 还有我二十几岁穿短裙 那是在不行了 你要认知说 你现在状况跟两年前 那个集圣时期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刚刚讲的这几点 你要有个因應状况 你不能说我们好棒棒 我们什么都好 就花坛景出这个形象 我觉得不适合在选战开招 诚实面对 你才能够攻防 那至于这个底盘 起手笔我觉得不错 但你怎么样上钢到天花板 不是急追 讲话没什么好追 因为他自己也还没回到基本盘 应该急起直追 谢长廷 应该急起直追 急起直追 苏珍昌 急起直追 阿典总统 那或许真的才能够把某些人逼回去 逼回墙角 然后边缘化他们 所以变化也是相对性的 不是绝对的 这次谁能够弃保 谁能够边缘化谁呢 所以这是一场硬仗 也考验我们第一次看到不一样 除了防疫之外的陈时中陈部长 OK 义父请问一下 这场选战的关键是黄珊珊身上 他拿的票多少 会左右到最后 最后到底 因为有媒体这样讲 黄珊到底算蓝银还绿银的 因为现在也搞不出 他到底算蓝银还绿银的 那如果照小平刚刚的讲法 他显然认为 比较偏蓝系的嘛 所以他会拿到什么比较多 那有人讲说 他在分析上面 他也会拿到一些绿银的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得票高低于否 会决定了 陈时中还是蔣万安到这谁能当选 那黄珊会说 别怎么这样讲 我也会当选啊 我的民调各方面也不低啊 而且现在这样打下来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不管天花板地板 所有这些 这一件事现阶段因为陈时中明天征招嘛 那他程序完备以后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其实这一个确定会影响民调的变动 确定以后会高一点 对会影响民调的变动了 那你看到了呃 陈时中第一时间批评了市政府 当然我觉得也合理啦 因为你是要选市长 我要选台北市 对对对对 他还是打台北市政府 打台北市的市政缺失等等嘛 我觉得他是一个合理的路径 当然他去呃 党部主委的就职典礼上面 我觉得第一步都营造了一个民进党 相对于团结的一个状态 那打柯P 其实柯P打柯P 柯P打陈时中 他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 你说柯P打陈时中 呃蓝银里面的人听的说 你柯P一直挑战民进党会很爽 所以柯P一直打打民进党 常常陈时中会晃动蓝银的票 那陈时中打柯P 那某种程度上打柯P 柯P回击成为一个交叉火力的过程 他一样会塑造晃动蓝银的选票 所以这样的一个战略上面 他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是要晃动蓝银的选票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我两边都没有要理讲 我就是要晃动蓝银的选票 如果蓝银的选票 某一种程度被晃动了十趴十五趴 那蒋旺安就很危险 蒋旺安就非常危险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不管怎么说 三成三的基层票员 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最少最少最少三成三应该没有问题 那国民党相对也大概三成三三成五 也不是个太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谁能抢到三十八 四十二四十三 这一个区块 谁的当选几率就高 所以整个的策略里面 我蓝银的票先让你移转的话 我先压迫你蓝银 蒋万安的票数 不逼向于超过四十以上 那这一边相对机会就很高了 所以国民党里面对陈时中 我觉得战略上的错误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蒋万安的选举 你所谓的对他战略错误是什么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 你骂陈时中落跑 你又说陈时中做得不好 那他该不该走 他陷入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如果你你今天的论调是陈时中早该走了 没想到做不好的陈时中终于走了 去选的是台北市市长 你的基调才会一样 所以现在绿营一直反问你 你们不是一直要叫陈时中走吗 现在走了你们又怎么说他不能走了呢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基调的矛盾性 一直会让国民党里面 或是一般中间选民想不通什么地方 想不通你们的论点到底是哪里 那做得好 你说做得好 做得好了你落跑的话 那疫情失败谁负责有道理 你又骂他做不好 然后他要下来你又说他落跑 那他走不一定要选市长 做牙液 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很奇怪 另外我觉得民进党 比较该担忧的 其实在过往过程当中 在比例分票 刚才光晴都谈到一九九四 那一场的战役 打得很精彩 但是那一场战役 你回过头来看 年轻选票跑到哪里去 赵少康跟陈时中 黄大洲没有 黄大洲几乎很少 然后你就看到二零一四年 那一场选战 你看聖文跟民进党合作的柯文哲 年轻选票跑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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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二零一八年那一场选战 撒卡路 年轻选票跑到哪里去 还是柯文哲 二零二二年年轻选票跑到哪里去 从之前的民调一路看下来 好像是三分天下 三分天下 那三分天下 基本上年轻人三分天下 基本上就已经对民进党来说 不是一个好事 ok 然后不要忽略林智坚的效应 对年轻人的选票 而且林智坚那个效应 已经是全国性了 那刚才杨敏也之前停过台大 那个那个要比对完才可以 是台大而已吗 嗯 其实很多公立学校都发文了 甚至于 连教师的升等 都被严格化要切解 什么论文不能超数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每一年都有一些教授 那个副教授讲师升等 已经在公立大学 已经no的是天路人院 这个效应 会不会也连带在台北上面的效应 又让陈时中在年轻票员 又一次削弱 这个是很严重的关键 你有听到蓝银一直不断的讲说 因为陈时中的仇恨值最高 而且只要 那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陈时中部长 他在吸纳媒体的能量上面 也也蛮高的 那这些是原则上先天上 会占一些优势吗 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 包括防疫的这件事情 包括连刚才一夫讲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北北桃民党说 北北桃要打一个整体的战役 类似这些 所以刚才一夫讲 林志天这件事情 在年轻选票上面 会对绿营来讲 产生任何不利吗 选举有分不同的格局 就像我们天气 每天天气会不一样 可是一年当中 四季总还是有个季节 然后还有个大的气候 那在大的气候上 其实台北市的选民的结构 我的观察 现在跟20年前 其实已经不一样 人口的结构会转变 然后再加上 现在这一次的选举 出现一个叫做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 所以长期来 大概已经超过半年以来 所有的民调 你去看他政党支持度部分 其实蓝已经一分为二 已经在台北市了 不是全国 台北市蓝营一分为二的时候 绿的政党支持度 虽然好像三成上下 可是在蓝一分为二的状况下 绿可以稳定居首 这个是台北的政治上面 整个政治板块的气候 所以白营是确定能够占到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这样子 因为以现在来讲的话 柯文哲他其实是反绿第一号棋手 那你说包括台北市蓝营的主将蒋花安 其实他整个的发言 不管是注目度 还是这个讨论度 都远远不如柯文哲 包括台北市蓝营的主将蒋花安 其实他整个的发言 不管是注目度啊 还是这个讨论度 都远远不如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效应之下 他其实对于蓝的选票 是有相当于吸纳成的 再加上柯文哲推出的候选人黄珊珊 一开始是新党出来 后来变亲民党 然后现在是跟民众党友好 一路走来 其实他的形象对于蓝营选民 也是稳定有吸引力的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大的气候之下 当然你说每天天气会变 像是这个是网路温度计 做的好感度分析了 你看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 陳时中他的网路好感度是上升的 然后呢他在7月10号的时候 为什么到最高点 因为当时他被提名嘛 所以讨论度上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是包括林嘉隆 也是一样啊 在7月10号的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 网路的好感度上升 那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因为天气每天都在变 网路好感度会随着新闻变化 为什么看这个呢 主要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说 为什么在提名那一天会冲上来 因为双北的绿营选民 我的观察是等待很久 到底什么时候要就定位 你现在看到蒋旺安就定位 黄山山就定位 偏偏民进党候选人一直出不来 所以这个好感度的上升 其实他反映的是绿营选民的期待值 第二个可以看什么 年龄层的分布 像这个是林嘉隆的数字 最上面分年龄层来看的话 好感度最高的是35到54岁哦 也就是说中壮年的这个部分 陈时中也是一样啊 在各个不同的天去比较的时候 好感度稳定最高35到54岁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两个候选人跟其他的阵营比起来的话 他是取得社会的中间至少一部分的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 整个的里面好有大的气候 有天每天不同的天气 那但是选战的主轴到底是什么 刚才前面大家在讲的谈了很多防疫 但是我觉得防疫的题目 现在对于陈时中而言 他其实是一个首层的题目 毕竟他要从指挥官这位置上离开了 然后过去两年多来防疫的绩效 当然大家可以检验 不过这个东西很难在选战中变成一个突破性 帮他一直往外拓展支持度 可是蓝营会一直用这个当作是攻击的一个议题 对所以以防疫来讲的话 对于陈时中而言他其实是手势 只能守成他是手势 就是外面的攻击 说他做的不好 他出来解释说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 不过当防疫变成政治操作的时候 其实我坦白讲 往后变成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他就是蓝绿各自归队 所以陈时中的攻 他要扩大他的 他要从基本盘再跨出 往外攻中间选民一定是攻市政 所以为什么他的起手势会提到说 台北的发展是不是停滞的问题 因为我想他的团队应该有给他建议说 你要攻的话 其实市政才是决战的基础 防疫是一个守城战 能守住 你还是要往外拓 因为沙喀都的选战 谁能够拓展到中间选民才是最重要的 那以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包括说是不是落跑也好 或者是这些 这些东西其实他慢慢会变成一个很 肤浅很表面题目 因为这三个要选的人 都有他原来的工作 所以如果要讲说互相落跑 互相指着对方鼻子骂 那你们原来都有工作啊 那你说出毕业纪念册等等 黄珊珊其实他有出来 台北市府已经出两本了 那你说这东西打到最后 他就是顶多几日的话题 那你回到后来 你还是要看论述 所以现在我觉得 最岌岌可危的 反倒是蒋万安 因为黄珊珊他站着副市长的位置 他每天都做政治的 所以如果照刚小平讲 因为本来讲说 黄珊珊可能在八月下旬 然后会请辞 或什么 小平刚讲说可能不会 可能耍賴到底 然后到最后用请假的方式 所以这次用请假的方式 最后就变掉 如果黄珊珊他是选前十天才请假 我认为他会挑战到 民众党自己的道德正当性论课 因为民众党两年前 才不断的质疑别人是代职参选 他们还质疑说 代职参选是个好的政治文化 那难道柯文哲现在又要出来讲说 代职参选就是新政治文化 这论述冲突啊 刚刚义富哥 我觉得有一段讲的很好 你候选人的论述前后来一次 蒋旺安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他前一阵子不是才批评说 黄珊珊应该要辞职参选 对不对 那黄珊珊也是台北市的防疫副指挥官 那你叫黄珊珊要辞职参选 今天又说陈时中不能辞职参选 矛盾 所以我是认为说黄珊珊我个人判断了 八月底九月初应该还不会值 因为那个时候台北市要花四千九百万 办城市博览会 里面会发表很多这个柯文哲 黄珊珊的相关的政绩 他们要凸显自己的市政建树 我认为黄珊珊那时候还是副市长 但是议会总咨询之前 他有可能值 我补充一下 黄珊珊啊 他此不此副市长对他影响太大了 被骂是一时的 可是呢做到这个至少这四五个月 因为是永恒的不迟的话 我简单讲黄珊珊有一点很厉害 不管对市场 特别是对国民党党籍的270个里长 跟五党偏蓝的几十个 大概差不多 我们有456个大概有300多个里长 是这样的概念 在他们意识心态 现在他们现在很痛苦 他们现在有些在商量说 那我们也不要去占黄珊珊的台 如果黄珊珊总部长 当时黄珊珊如果还是现任副市长 没此的话 八二九去登记以后 九月初的时候 那我们就坐下面 上台会有党计的 会被黄珊挡计的 坐下面 坐下面有差吗 当然没有台商那么严重 可是你还是去了嘛 还是商 国民党商讲完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坐在台下会说 那是情意 对 那他们会还讲 我讲的再细一点 他会穿 不穿国民党衣服 穿那个蓝四聪 民政局长发的里长的衣服 对不对 我是用里长的身份 然后关心里里面的一些事 那我来也是见黄珊珊副市长 不是见黄珊珊候选 那我讲理由 可是辞掉是怎样 辞掉全部归队 当你不是副市长 我们去帮甲安拉 这些抠回来 比较容易多 因为他没有副市长身份 当然 我就没有办法去参加 他太多有副市长 他就是 他就变成乌鸦老虎 你知道 他只要辞掉副市长 所以我们当然会逼他辞掉 辞掉副市长 可是杨明现在看起来的话 辞与不辞之间 你看差别有这么大这些嘛 而且如果以陈中部长来讲的话 今天所谓的战役保管这书 就是起手势吗 这个起手势 你会发现防疫三好 跟防疫三缺 里面内容对一对都差不多 阿淼刚刚讲说 对陈时中来讲的话 那最多守城 因为你只会被攻 蓝已经摆明了 料下的道 就是在防疫的这些时候 你有做的多烂 什么这个差这个缺 那未来就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这个今天王必胜 他也讲的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 他们今天这本书叫什么 战役堡垒 主要是要讲这个 集中检疫所的这个奉献 这两年多的奉献 那其实在这个当初这本书 在这个政府的资讯 这个出版品的资讯网里面 他就直接写明了 出版日期 四月份 2022年的四月 四月就出了 对等于说这本书 在四月就已经准备好了 结果呢 今天王必胜就说 这本书本来不是 现在要出的 早就想要出了 结果碰到疫情 碰到疫情 把整个局步调打乱 所以才拖到现在 那他说现在确实 就是比较敏感 王必胜用敏感 来说这个 这个是很有趣 但是呢 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从王必胜贴了那一张 上个月 他贴了一张 大家在那个指挥中心 开会的那张照片 然后歌功颂得了一番 这个陈时中部长之后 大家就说 好像是不是部长 准备要去选举了 然后呢 一路到七月初 我们的这个庄仁祥 在记者会上面说 我们的指挥中心 防疫做的有多好 说啊都是世界第一啊 世界 结果那个疫苗接种率 还被我这个打脸说 其实是第二不是第一 那等等的 这些铺牌就是为了 要铺成一个防疫 已经到了一个尾声 到了一个告疑段落 那加上今天这个 这本书出来 我们已经完成了 所谓的防疫的任务了 那陈时中部长 他就可以 基本上明天 那个民进党中指挥 会完成征召 礼拜四 行政院会苏贞昌 未免一下 陈时中部长 就批准他的辞呈 他就投入了 OK 我认为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模式 当初 陈其迈从副院长去参选 这个所谓的高雄 就是这个模式 所以 大家可以等着看 是不是明天征召 后天请辞 这样的一个逻辑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请问一下 你讲他起手是 有这样的一些逻辑在 那为什么刚刚讲 黄珊珊 就一直要在这个位置上面 一直要撑到 撑到最后 最后的时间 因为防疫工作 不是选举工作 OK 市政工作 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所谓的资源 市政的资源 可是防疫没有 OK 你防疫是有 有责无权 有负无功 疫情一旦又起来 怪就怪在你陈时中身上 趁现在大家每天 那个下午记者会 没有人关心的时候 赶快走赶快走 赶快去选举 换谁来当指挥官都没关系 大家没有那么关心了 好 这是一个蛮好的时机 确实没有错 现在大家对疫情所谓的 与病毒共存 他比较习惯的状态的时候 陈时中确实是一个出场的几率 好 一个好机会 那其实陈时中的这个扶选团队 你要知道现在绿营都 都在讲一个名字 然后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都说 是谁 洪国民 他说 陈时中身边有个最强的 扶选人叫洪国民 他说是谁 洪耀福 黄成国 陈明文 合称洪国民 真的 现在绿营那部就讲说 陈时中身边有洪国民 他吻了啦 什么叫洪国民 就是所谓的音隙操盘 就是2019年 帮蔡英文总统 把整个局势 把那个他 你说党内初选的 总统初选的时候 帮蔡英文从落后 赖清德落后二三十趴 三个月逆转的这一群人 现在全部在陈时中身边 所以你看 他礼拜天的时候 才那个选对会 他刚拍板说 蔡英文新闻一出来 粉砖马上上线 其实这些都已经铺排好 就是等一个声 一声令下 我们就开始启动 一上线以后 马上就突破多少人 蓝勾勾拿到 所有这些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你看他们的相关的行程 就已经都铺排好了 包括今天这个 来做一个新书的发表 他都会说跟选举完 因为他现在还是卫福部长 可是呢 慢慢的 慢慢的 他就把这个选举的气氛 越炒越浓 那我觉得台北市的选战 其实这次关键 真的是靠称师中 才会比较热闹 才会比较热闹 因为蒋万安 不是说他不打选战 而是说 蓝营的习惯就是 我一旦领先 我就保守 可是他这样有领先很多吗 或者有领先吗 当年的联胜文 也是这样 我以为我领先了 结果就是很保守的打 很保守的打 打到大概七八月的时候 就被抄 就黄金交叉过去 反而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现在讲完最大的危机就是 当年的联胜文 也是这样 我以为我领先了 哎 结果就是很保守的打 很保守的打 打到大概 七八月的时候 就被抄 黄金交叉过去 反而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现在讲完 最大的危机就是 如果 但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七月份的 等于说这个 陈时中参选之后的民调 在到八月份 是陈时中往上跑 講完往下的 我觉得讲完就要特别紧张了 因为不管 那他能怎么样呢 哎 每个人大家在讲起来都觉得 讲完或者国民党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bullet 红国民啊 这样的操盘手 或是在过程当中 他怎么样去放取 包括媒体的 anchetten 包括了创造阶齐 你感觉起来就 就祝他讨论一下 陈时中好了 比先讨论一下 可能第一个要跟这个小评哥 小评议员请教一下 就是所谓的打战 那种那种战斗的这种这种态势 是不能用这种所谓的传统的 我就提政见 我就提愿景 不是选战不是只靠这个 选战还要靠一个很重要的叫什么 就是一个人的人设 或说给一个选民的感受 那现在蒋湾给人比较 老实说他跑到那个现场 一般民众都会说 你是蒋湾你是蒋湾你是明星 可是呢大家看一看 过去了就过去了 可是陈时中不一样 陈时中两年来 还有给普遍的多数的民众的感觉是什么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就他给人这个防疫的这个印象太深了 讨厌他的人当然很讨厌 比如说什么快筛也好 疫苗也好 这些问题都怪了他头像 很讨厌没有错 可是喜欢他的喜欢的不得了 所以他是一个喜欢跟反对 是一个两极化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问题是喜欢他的人 那一票每一票都会投下去 可是蒋湾湾是那种 我喜欢你的好像也还好 我不喜欢你的也还好 那最后呢 在这个所谓最后操作弃保的时候 你可能不见得能够让这群所谓 你想要让他归对的选民 投下那一票 你刚刚讲的就如果换算成数字的话 也许如果蒋湾湾是35支持度 35就算陈时中是30 可是他那个30里面 有25是超级喜欢 所以下雨打了一下刀子我都会去 讲完那35里头可能会有15就是喜欢 但没有什么超级喜欢 所以只要下一点雨我不去 天津好我就去旅游 是这样的一些意思 所以两个人比较起来还是有这样的差别 当然我觉得这个现在其实讲陈时中的选情还有一点早 但是陈时中也他的第一枪是对着柯市府 可是他要小心为什么八年前2014年 他是担任柯文哲的牙医后援会的会长 陈时中在当时他开了一场记者会去推荐柯文哲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我希望柯文哲发挥白色力量 让他要做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事 让大家看到未来的希望 八年前你是推荐柯文哲进台北市政府了 结果八年后你说八年来城市停滞 那你是共犯哪 是你把人家推进去 你说他人家没做事 这个有点你知道人设有点 这个打这一条 所以他自己跳出来 自己选要把那个他当初推荐错误的人干掉 除非他今天要跟全民要跟台北市民道歉 说抱歉我八年前推荐了一个不好的人 你才能打这一招 因为你当年是站在他的身边 替柯文哲的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所谓选举人设 这个是陈时中现在可能 因为他第一次选举要注意的 可是杨明我先问一下 那刚讲年轻人的那一块对 您之间的这个论文事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一些的感受度吗 尤其如果是绿营要用北北桃打联合选战的时候 那会什么荣者共荣 然后还是要共哭会类似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像今天这个国民党他们继续把这个什么科这个竹科的这个公文拿出来的其他的意思就是说竹科已经发函给这个给这个中华大学要他们说明这个侵权的议题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公文的关键是什么 他要他说明但是没有写没有说你几日内几个几个月几个礼拜要给我答案 这份公文发过去中华大学可以摆个两个月啊 摆三个月摆到半年我再回都没关系 所以基本上这个议题如果今天用这样的所谓的行政流程的方法得不到在选前可以得不到结果的 可是台大的那个那个跟中华大学所谓的学术论文的那个伦理审定 对啊是两个月内一定会有结果 所以我说那个这个就像是我们在赌场哦 最后那张底牌掀开 你林志坚你现在是一个赌局 就说我赌我没事 好如果牌翻开来我赢 哇你就是我讲选举应该就赢了 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个如果是你翻开来你的学位被撤销的时候 你是连你的政治诚信都赔下去 那我我我去算了一下 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桃园市政府跟新竹市政府的统计 桃园大学以上的人口大约是70多万人 那大概在全部选民哦 比例大概是三成九将近四成 那新竹更高新竹的大学以上的选民哦 是四成九将近五成 所以未来哦 这个这个答案 就是说这个底牌 这个论文审定的结果 一旦掀开来 对林志坚对陶祖两个地方 都会造成选举冲击 而且一定会外溢到所谓的北这个北桃园 北台湾北台湾 有可能会成为这次选举的一个关键 OK 小平 其实我讲选举的最最上乘的功夫 我三个人是天才我是很觉得很厉害的 叫李登辉阿扁叫赵涛康 选总统的选举 我们叫什么意识形态 不管统都不管阶级等等 嗯 那现在回到台北市 嗯 我先讲一九九四年最经典的选法 大家记得陈队明讲过什么希望快乐 那是年轻票就反正投给就希望快乐 就就打动了 然后赵涛康讲什么 就是公共政策意识形态化 那叫叫什么叫做全民计程车司机还记得吧 嗯 上车懒人就被打什么 然后他就他然后就开会 讲到一句话 全民计程车找一些焦点团体哦 全民计程车这样打人啊什么 强迫你听什么地下电台 这些这些人通通抓起来 这是公共政策 处理全民 可是可是什么叫做转回意识形态你知道吗 就会变成就变成中产阶级 去对抗阿扁 就是你这些很乱投给民进党太乱了 我们就要团结起来 甚至省级团结起来 那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好再回到 刚刚小五跟讲到一个重点哦 你怕不怕讲 我们是不是怕小蒋边缘 对啊 好啊那怎么那所以他人设就形象好 那杨明也讲的话 就是淡淡的就是形象也不错 支持一点点反对也不太深 好 所以他的团队就很重要 他的团队必须操作 台北市八年 客户者没做好的公共政策意识形态化 比如说住者有七五八等等 就这是一个最厉害的武功 一代有做能力的人 然后来做这样的议题设定的操盘手 这选举才会顺利 讲完 就是你们的洪国民 我们的洪国民 听起来想要赵绍康做 讲完操盘手 赵绍康节奏就远了 因为他也七十几岁了 现在台北市跟赵绍康学又不一样 我想这个情况情况不一样 这不用在节目浪费太多您的时间 而一定要把 简单讲要把公共政策意识形态化 选票胜利化 这是最重要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刚刚钟小平 议员讲的这一段话 就很清楚出现了 蒋万安跟他们所有 台北市议员之间的矛盾 因为他也是候选人 他也是台北市 很重要的辅选团队 那为什么他这些话 没有办法给蒋万安 很慎重的建议 那蒋万安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蒋万安被提名 从他开始喊要选 到提名到现在 已经多久的时间了 然后每一次 听到这个台北市议员 你出来讲的都是类似的话 像李叶秀说不能靠你帅啊 你还是要提出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 让人民有感的 然后呢 这个国民党的里长呢 就说他好像是在天龙国的王子 对啊 然后现在钟小平讲的 好像蒋万安的事 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 就觉得好像我建议蒋万安 这样子他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 但是这不是就是 应该在整个集体会议当中 的一个决策 那你讲了 那已经讲这么久了 小平已经讲这么久了 那怎么还是一样 在原地打转 所以这就是蒋万安 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他的整个组织 跟他的竞选团队 跟台北市议员是有落差的 就是说台北市议员 他现在也是左右为难 因为毕竟整个行政资源是在这个柯文哲 跟黄珊珊的手里嘛 所以里长会有这样的压力 因为毕竟他现在总是要有一些行政资源 他们也要选啊 里长要选 议员要选 所以这不是只有刚刚小平所讲的 这不是只有这个里长 他们现在的矛盾 其实台北市议员 国民党的也是有这样的矛盾 所以这才是蒋万现在的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对你们来讲的话 要打出北北桃这些所有的这个过程 我看到佳容今天也有去 包括刚刚讲说 包括跟所有的地方民代啦 所有要做合体 这个本身来讲是一个整体作战 这个整体作战可以化解掉一些 当时他一直说要选台北 然后这现在到新北 就是整个首都共同圈 类的这样这样 但是刚才他们所提到的 包括像您之间的事情 所有这些 他会不会出现 如果真的有哪一端出现一个破口的话 会影响到所有地方一些破口 你们要怎么解决像这样一些问题 呃其实我想 之间的部分就是他个人 这个必须要去面对的 可是我们现在说谈的就是 呃首都的生活圈 这个是一个大政策 是一个政策面 也就是说北北基陶 我的整个首都生活圈 我要怎么去呃 在中央的背书情况之下 因为其实我们必须说的 从小英总统呃这个2016就职到现在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特别预算 包括前瞻 这个东西都是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注意 我们过去从地方上来说真的 每一个大建设你要靠地方 他都会有排挤 可是这个中央他不管蓝绿 很多的限制本你说 这现在目前2018年国民党的执政限制最多 可是一样我们就是给予资源 其实大的方向大的政策都是中央来背书 一样未来北北基陶我常在讲的 你其实台北跟双北的部分 你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治理 如果你的这个县市首长的党不一样 你就像现在柯文哲看着你侯友宜 侯友宜看着你柯文哲 你还是没有办法整合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会去用所谓的 北北基陶的首都生活圈 那今天当然国民党一直会攻击吗 那你这个林佳龙说了几次的不愿意最后 然后侯友宜还说二等公民 没错 我觉得谁才是让这个新北当二等公民 我先说 其实佳龙部长当时候会去拒绝 他自己在台中蹲点过十年摩一间 他还知道如果在地方上 有很多想要往上爬一层的 基本上他如果在这边蹲点 一直都没有机会的话 他会很难过 所以他其实看了 而且很多的派系 派系他们自己有推人 那当然他就会希望是不是给大家机会 可是最后是整个党 因为我们就是要北北基陶的一个首都生活圈的一个概念 所以必须是由中央来拟定政策 由中央来全力做一个整体作战 所以在新北没有什么派系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立委全部都是发言人 所有的议员全部都是整个团队 他们会在各个我们的这个服务处作为联合竞选办公室 所以这些已经都不是问题了 因为民进党一定是跟国民党不一样 当我们整军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气氛出来的话 那我们不会去这个思考任何其他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北北基陶更好 这是我们的重点 林佳龙打嘴炮啦 完全没有国土跟他的能力嘛 北北基陶共同生活圈之国同意 那要共同治理 治理的个鬼 我不要谈低层次什么论文是抄的 会被林志堅拖累 都是鸟玩意儿 我想大玩意儿给你听 北北基陶你面对谁上海首尔香港 你今天蒋介石做的念 我跟你讲武汉三镇是三联市 布达北市是双联市 今天台北台北县跟台北县 以前叫台北县 台北市 以后来叫新北市 本来就是双联市 本来因为它跨和梁市共同行政区 蒋介石弄成两个行政区 只是位阶不同 后来然后好大燃货率好大喜功 弄成六都 我跟你讲都一群没有知识的家伙嘛 今天我跟你讲有本领跟人家拼 竞争力 北北基陶变成一个运辖市 谁有这个愿景 林佳龙耍个嘴皮子 我要选台北 被骂到要选新北 共同生活权 生活个鬼啦 哪有那么简单 现在这么简单 马克力就可以当市长了 现在这么简单 马克力就可以当市长了 看看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那你来支持我们嘛 信心 如果说今天我们作榜 林佳龙耀 那我要讲说 我当选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 这一个二等公民说 推荐自宫 我推动大台北合并 这才是有概念 政治没有那么简单 政治我给你讲 我觉得小平 现在当然他站在国民党角色 他不能说 国土规划 城市治理的角度 这才是国土规划 今天联合治理圈才是国土规划 两个行政区没救了 这整个二等 也是撒水皮子 对啊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然后新北 新北担任这个侯友宜 国民党 所以刚刚小平讲的 就是说这没救 就表示他们就是做得不好 你说二等公民的部分 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 我简单讲在交通部长 就是林嘉隆担任交通部长的时候 光基隆捷运还有林口交流道 是谁去找地 谁去编预算 谁去做规划的 是交通部 就是林嘉隆担任交通部长 那你今天我们必须说的 如果你新北真的做得这么好 不好意思 侯友宜是八年的副市长 然后四年的 这个新北市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请问 桃园台南台中高雄 这个老人都有补助甲牙的部分 为什么新北没办法 你连其他在社会福利当中 我跟你讲太平 你跟我讲漱口边的水 我讲大玩意儿啦 你讲的太小了啦 你讲那个啦 整个二等公民的一个概念当中 其实是侯友宜自己 打了回马枪给自己 现在看起来光基 这些已经到 因为本来大家都说侯友宜这么强 然后包括绿营到底要派谁 可是定调林嘉隆 林大王现在就开始 等于整经基务在逐间 刚停会讲 民进党没有什么那种 里面派系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也不要拿什么 二等公民来讲 你看他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包括什么假牙啊 所有的那些 到底谁是二等公民 你怎么会这样讲 所以这一仗 当你叫喊出 民进党说双箭头 所以真的就是双箭头的概念了 我觉得这个侯友宜他最擅长 而且最优势就是他做过七年半的副市长 是他做过四年的新北市市长 那在地的扎根就是说一般民众对他的市政表现是满意的 高满意度 那林嘉隆他也有这个台中市四年执政的这个经验 而且他富有战力 而且他很有愿景 他常常 像杨敏也访问过他嘛 就是说你问的问题 我就觉得是不是潜叠了 因为他急着讲的一出来就是宏观 一出来就是那种大论述 但是选市长 他我觉得后半期是要看人 譬如说举例 我听说譬如说张善诚 感觉上市一张好牌 所谓的好牌 然后雪经历各方面 然后他做过很多官 这样子 他最近自己下去了 他还不是确诊这段时间 他也开始勤保基层 到这个支持者家里去坐 一大架子坐到那边 你知道吗 很有距离 那我说那他都在讲什么呢 他从学经历开始讲 就开始讲自己学经历 就说太高了 就是你官坐久了 拌暖的一进去就会 会分出来不一样 你你当然一票是一票啊 你去跟人家喝茶聊天啊 听听看人家怎么讲 你自己说啊 我哪里抗哪盒毕业的 我怎样做过什么官 我做过哪些事情 就跟民众有一些距离 那再者第二个 林佳荣的设定到底是什么 当然就说他现在是养工嘛 那个侯友宜不好打 因为他很厚实 可是林佳荣他没有压力 他打下就是传奇 他四百多万票 对他来讲 他自己绝对是一个加分的 一个战役嘛 那如果假设今天翻牌到 连侯友宜都打下来了 我觉得那个绿营可以宣布大胜 但有这么简单吗 所以我觉得选举选到最后 譬如说再讲 像小平他也是团队中的议员 如果你的字眼出现小蒋 我觉得蒋万安可能 这个称号 他不想跟这个 这个死百在一起 因为你这样唤起了太多事情 你用他的蒋 你可以讲万安都无所谓 你用小蒋 或者说这个很多这种 就是说团队里面的 有一些这种分崩离析 或者说没有一个整合 你就是说大家要先定调一下 出去讲话的时候 不要叫我小蒋 请叫我万安 我觉得蒋万安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知道为谁而战 因为就是你了嘛 但是他要诉求说 要让整个团队 要知道为何而战 我为什么一定要选你 台北市为什么一定要是你 他或许开一个小跑车 很帅一个帅哥 走出来 哇他这样我很安 可是现在如果台北市是一个 大货车 是一个连结车 他在方向盘上面 他够不够 他够不够那个能 我们讲能力的能 他有没有可能驾驭这个大车 是尽量去描述 蒋万现在碰到的困境 而且上战场 就不要怕 确战 就我们常讲就怕热就不要进出版 假设我跟你讲 蒋万碰到林志坚那是 你可能吓死了人家还是在战场上 你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你在战场上就不能确战 你不能说被框住了 幕僚也紧张兮兮的 这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或这个怕讲错 那个怕讲错 这样子的话 人家还没有出手打你 他是最早宣布参选 是 你就觉得是说 他的他的选战打不热 他应该要有像柯P 他引领话题的这个能力 或说他有像林佳龙这种市政愿景 所以有人A林佳龙嘛 你十二个市政愿景都还没讲完 你就跑到新北市 这也是林佳龙要面对的 林佳龙把话说死 我们在节目还说 他拿声明稿说 他绝对不会选嘛 那所以有这个质疑 林佳龙就必须要有一篇好的论述 我相信他是可以的嘛 就是每一个都要去面对 这场战役 我觉得在这个最后还是要翻底牌的 当然还是要翻底牌 然后我们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 尤其是台北市 我刚讲说有十七万蓝绿的差距 但是你如果守城的话 这场战如果打到自己是守的话 你本来要攻的 讲到那么多 林佳龙都说他那个陈时中 仇恨值很多很高 然后可能会变防守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别人一直打 没有没有看到人家射箭 敌对阵营反而那个弓拉不起来 射不出去的时候 那就打成自己变成一个守势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打成冷战 热战打不起来 打成冷战的话 我觉得对 蓝营这种持贫保态 这可能不是最终可以取胜的法门 因为你问小平最清楚 因为打篮球 天天守的人是不会赢这场篮球赛的 因为你要求进了框 你才可能赢嘛 守是要最后冻结时间 不能冻结十分钟 第四天才冻结 可能最后两分钟 然后二十四秒 而且你前面要赢得够 而且你前面要够差距够 而且今年你算算 对今年又是世界杯 我们每次在讲世界杯 看世界杯的时候都是哪一队 只要进了一球以后 就开始守 球过半场大脚扫出去 什么都扫出去 我告诉你那队一定输 打到最后一定输 因为你从头都还不再想攻了 我只想要守那一分 所以现在这个 这整个局面会变成 在未来这场 蓝绿白之间 到底谁攻谁守之间 那大概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战局 可是国内的选战 跟包括两岸关系 跟现在的国际迈动 一定都会结合 虽然你说二零二 他是地方选战 但地方选战会不会 动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他会不会就会影响到 民众的观感 或什么好 譬如说 就上礼拜五的时候 很遗憾就是 日本前首相 你说安倍晋三 然后遇刺身亡 那今天是安倍晋三 他的葬礼 所有这些 那这时候 在昨天开始出现的一则新闻 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闪电赴日 昨天其实我们大概很早 就知道了这一则新闻 然后接下来 媒体上面就开始出现 那个照片 OK他从安倍家 而且他的身份 非常特殊 听明白 他是用媒体报道 很多种 甚至有用到 他是用家属的 类似家属的亲属 或什么这样一些身份去 所以他跟 他跟安倍他们整个家族 交情这么好吗 而且有人讲说 岸田文雄给签证 因为日本这个一定要发签证嘛 一定要经过两边的外交部 说这样 我们低调说 这是私人行程 然后有人说岸田文雄 牙一咬就给了签证 为什么 因为大胜底气够 不管修宪或是我就算发给赖青的日本媒体写的你看这个标 No.2 就台湾政台No.2 然后什么什么这些 他有底气 老公你就算不高兴 我也发了 是这样吗 其实昨天大家看到这一则新闻会觉得说 哇一开始在跑马当中觉得这是真的吗 对对对很难想象很难想象 但是因为其实说真的如果安田首相没有发 就是日本政府没有发签证的话 根本不可能过去 其实说今天副总统跟安倍家非常非常好 因为确实其实安倍家族跟台湾很多 我们的政治人物都非常好 包括小英总统 包括赖副总统 包括很多的重要的外交角色 其实都有很好的关系 而且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情谊 否则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疫苗 说真的那时候大家也觉得怎么可能 但是他真的就成型了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中国怎么可能让你捐赠台湾疫苗 一定用各种的方式来打压 但是他就真的完成了这样的使命 那安倍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清楚安倍跟台湾的关系 然后包括他替台湾在发声的部分 这绝对不是你说私人的情谊就可以做到这样 而是真的安倍在他的认同台湾的角色 甚至他也直接说嘛 说基本上美国不能在模糊空间 在整个战略的部分不能在模糊 而是很清楚的 当如果真的中国有动作的话 一定要发表力挺台湾的一个声明 所以这就是安倍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哦 昨天安倍竟然这个是完全是家计 并没有是很对外的攻击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 他们实际上是低调的一个状况 可是你看安倍在于整个日本民众对他的不舍 大家在场外然后大牌长龙献花喜别 这是在外面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看到 这当中赖清德副总统就在家计 虽然他所说的他是以家属的至亲的身份 因为他就是家计 家计对外讲得非常清楚 他们就是仅限受邀至亲 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已经很清楚 安倍跟台湾的关系匪浅 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已经很清楚 安倍跟台湾的关系匪浅 然后呢如果真的只是单纯副总统跟赖富跟安倍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个岸田不发签字就不可能 所以这已经是升级为所谓两国之间的情谊 那我们必须说大家当然会觉得 哇那岸田在这个选举 整个参议员选举的改选 虽然一半他们的这个体制就是一半的 等于其中改一半的 其中改一半的一个部分 但是整个因为安倍 自民党是大胜 177席 对177席就等于是已经过了这修宪门槛的三分之二 他们是可以提安 那所以其实为什么在当时候会有这样的所谓大家这个挤出来的这个力量 就是因为安倍他从过去他非常重视的就是休闲 希望在日本修宪的这个部分能够完成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给予这个参议员跟众议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依据就是人数要到达 等于帮助安倍完成他的医院对 帮他完成他的医院 然后为什么会说哇岸田不用担心 因为你177席 其实岸田有一个很重要 他是希望力推他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 所以其实他当如果说今天依照安倍的精神 他继续延续没有安倍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种不幸的事件 没有办法可以冲到一个最顶峰的一个状态 所以相信岸田也清楚安倍他的想法 所以他也是希望把两国之间的情绪做到更好 然后呢在无所压力的状态之下 即使你中国有什么murmur 他也开始啦国台办也讲话啦 那我们都知道 他说过直接讲说赖富是台湾省的副省长 老共那个地方直接讲 我觉得他们也只能自我检查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他也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嘛 就是说这个这样的行为啦 没有办法这个好像这个改变的现状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那是中国自我感觉 对啊自我感觉的一个说法 可是当副总统赖清德被朝日新闻台 朝日这个电视台的新闻 报导说他是台湾的副总统 用这样的字眼 number two的这样的字眼 我觉得所有的台日之间关系 完全都明朗化了 所以小平这一段是凸显 你看媒体的报导 就是我们跟日本断交以来 这算是最高的成绩 因为大家都有那个潜规则嘛 就是现任的绝对就不要去 那卸任再说 可是这次是突破了所有以前 所有的这些嘛 那刚才廷飞也一直强调说 他凸显的不只是说赖富跟日本安倍家族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整个台湾 我们的高层我们所有这些 跟日本交集好到这样 老共你吵不吵闹不闹 那你老的事情 应该这样说 带清德去 他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绝对不是副总统 老共说的话就没意思 然后他为什么可以去 不是官方双方外交部磋商人去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尝试 可是他会不会用你当官方去 也不会 就大家 因为两国没有邦交 联合国没有席次 就等于是另类的 准官方的 然后这样的活动 也不是正式官方 可是这都是民间 那也是骗鬼的事 就好像外交部那个发言人说 民间 那个怎么打死人 打死人也不相信 发了签证就证明一切 所以 一 美国日本的美日安保 然后我们跟日本 可以更好更好一点 日本跟这个 因为这个可能要修宪了嘛 那修 大家看一下内容修宪了 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够了 可是还要复决公民投票 对对 那公民投票 在安倍没死以前 有做民调 修第九条嘛 我简单讲 简单就是自卫队变成军队 我这样能够发动战争 可以发动战争 好 支持 支持安倍的 30% 反对了61% 死了以后怎么变化 我不晓得 不晓得 好 然后 可是大家想 半军如半虎 美日安保 军事同盟 表示 我们大家 三岁小孩都知道 美国跟日本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而且 最大的力量 对不对 叫做西太平洋 去对抗老共 另类的围堵 可是最近这几十年 你知道 美国对日本有多坏吗 做了三件事 让日本几乎寝负国家 第一个 打完以后 自卫队 就是等于现在的和平宪法 日本人觉得其此大路 所以日本 我问那为什么要限制你日本 我美国帮你打口二十大战争 你发动战争 你认为日本 碰到美国跟老共这两个大国 有能力发动战争 我还是限制你 心不平 日本人恨 对美国是第一届 是国家尊严跟军队 二 日币升值 我们小时候 一个美元换日币 200多块 变成八十几块 然后叫日本第一 还记得所有家电 什么好强 半导体都超强 为什么垮掉 因为那时候日本是第二 老共不要讲 那时候才 国民首席才多少 我第一 当日本 管理是日本 还是老共 你是第二的时候 我就干掉你 美国是好东西吗 第三 半导体 那时候被打击得一塌糊涂 就跟干华为五级也没差了多少 其实他最先不是台湾厉害 最先半导体 你先是日本 那一阵子被折腾以后 那就当然就差很多 总之 大家不要太认真看这个世界 强国 所有的利益 不是我们一面的贴人家 我觉得糗 而且危险 今天 俄国只会打一个国家 叫乌克兰 老共啊 我们好进入冷战 我们进入美日的体系 安保 安保再加台湾好了 够给你中华民国面子了吧 那他会不会打美国 不会 他会不会打日本 不会 他有可能打台湾 打中华民国 所以你是唯一被打的 你还跟人家瞎起哄 非要弄成靠成那样 而不是两边取利 而不是玩模糊游戏 你以为你要真的爱你中华民国 见鬼了 那是美国利益 催促随时在变 我跟你讲 来来来 刚刚讲说要两边取利 国民党的论述像是这样 所以 跟美国跟日本交朋友 当然是正确的方向啊 不是吗 你以为你不是要两边交恶吗 就即使是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也应该肯定 我也暂时再进去 跟老共之间也两边取利 包括说什么 我觉得最近朱立伦 我讲这句话重点 最近朱立伦所讲的 你也听清楚 朱立伦他讲关于降半旗 这件事情 朱立伦也支持 他不管那些什么张亚中啊 那些那些叶庆元啊 甚至洪秀柱啊怎么讲 朱立伦说降半旗是对的 那赖清德副总统 去到日本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在的 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大大的有利啊 因为 这个安倍金山前首相 他的这样不幸过世 其实对于亚洲的区域安全 为什么说是大家都很震惊 而且有忧心的事件 是因为 过去他是印太安全架构的 最主要的倡议者 印太的整个安全架构 最早二零一零年是 就安倍晋三所提出的 那个前身嘛 自由繁荣之虎嘛 慢慢的形成印太架构 到今天 有所谓的四方对谈 然后有所谓的这个印太 要开始发展的时候 他还没有进入一个完全稳定 像北约 北约的安全架构已经是稳定的 可是印太还没有 所以在此时此刻 在日本作为亚太印太最重要的国家 安倍晋三他过世了之后 在日本政坛当然会造成影响 大家一定会担心说 那他所提倡的是印太安全架架 会不会有变数 所以为什么日方 也说赖副总统去到日本 这也其实也是日方期待的 因为现在台日关系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 来不只是安定民心这样的作为 而是要排除那些挑拨 要让人家清楚看到台日 不管是民间也好官方也好 累积的基础你要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赖副总统去到日本这个动作 跟蔡总统决定说好要下半期 这个前后连贯的事件 看起来很非常清楚 台湾对于日本安倍晋三 展现的不只是友好 而且是以一个国家级的理数来对待 那日本在这个时候给予台湾 37年来赴日 然后50年来访日 最高层级的这样一个待遇 这是两边还是要说 虽然安倍晋三前总理不幸事事 但是台日关系非但不变 而且可以往前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是朝野共同来肯定 因为以国民党的角度来说 你不肯定这件事情 你就等于把这个完全归成是 民进党的政绩 那以国家的利益角度来讲 今天台湾去吊焰安倍晋三前总理 这叫什么什么选边站 这是什么难道这是什么仇宗的行为吗 中国大使也有去吊焰人家 不是吗 所以这并不是说两边之内 我们台湾对于中国展现了怎么样 怎么样的敌意 这是台湾交朋友的动作 我有说去吊焰就选边吗 我是这样讲吗 阿淼 阿淼我也这样讲吗 那我是说在美日安保的大架构 我还是跟你讲太平洋 你还是跟我讲漱口碑 好那如果我现在讲太平洋 在美日安保这个大架构 如果我们不加入美日安保的话 我们难道加去中国那边吗 今天美国跟中国摆明了 就是在太平洋两边的地缘政治 两边利益是冲突的 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确的说 我们要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那这些民主国家会反过头来问你说 你台湾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吗 如果台湾是跟中国站在一起的话 台湾就成为美国跟日本的心腹大坏 你在说没有模糊的空间 没有说两边美中之间 能够模糊得利 阿淼不然好心嘛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主张说 中华民主要跟老共站在一起 国民党在做一个梦 就是他觉得其他人通通是笨蛋 美国笨蛋 你也做一个梦 认为都是亲共的 那也是笨蛋 我跟你讲 所以呢 这国民党可以在中间 唬弄这些人 这是有可能吗 所以呢 这国民党可以在中间 唬弄这些人 这是有可能吗 不是这件事情 光你说光 呃一件降半期这件事情 光是一个降半期 然后在国内 然后你说就是昨天嘛 那机关学校这些 但是国民党也降半期 嗯 那降半期但是里面就出现 刚刚讲说好 你说像张亚中老师啊 像好那个叶庆元啦 那或这些人 朱祖姐 就直接讲 为什么要跟这个 这样半期 为什么要这样 朱莉仁能不能管得住啊 呃 看样子 每次都是原班人马 要到齐啊 今天换了个叶庆元 叶庆元 不会惹事的一个事情 那就没想到变成又转移到国民党这边 惹了一大堆事情 为什么你知道 第一个跳出来叶庆元 他在网路上很多人就洗他的板 就说很多人对他的这种言论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扭心自问嘛 你现在不要再停留在那个什么清华史啊 然后什么慰安妇啦 当然就是说你慰安妇这个情节 一一讲出来的时候会激起很多仇日的情节 但是他要不要讨公道 他当然要讨公道 这几十年来 我们也有都该努力都努力嘛 那里面还在数落这个安倍晋三 那时候第一任首相的时候 这个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那就里面夹杂了仇日 跟远古的这个历史的那种情节 然后在本来是应该是说自哀的 他们会变 我用比较重的一点之言变鞭尸了 你没心自问嘛 我们的现实的状况是什么 就像阿玛讲的 我们不讲美日安保 我们讲过去的清华史吗 美日安保 我们第一岛练 我们周边有次的国家嘛 然后大家为什么会感念这个安倍 是因为他举起那个标语 叫我们加油之外 他是围堵中国 然后促成四方会谈里面 大家围堵中国 而且他标示说要各国重视我们台湾 在印太跟东亚的定位置嘛 那再加上再怎么说 人家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给我们疫苗嘛 我们水果卖不到中国的时候 被封杀的时候 他帮我们买水果嘛 那蓝营就奇怪了 你缺疫苗的时候 你说这会死人的 那人家送疫苗来是要救人的嘛 那这件事情 蔡总统他基于国家元首 他做一个决定 降半期 那偏偏有律师这时候 用这个法匠 法条的这个去框 况且见仁见智啊 你认为他是帮我们复交吗 他对我们台湾有什么 到底有什么重大贡献 那是你说的 我们认为说这个风雨中 送疫苗来 我们就救人命 这个有的时候不是救法论法 救情救理来讲 这样办 其实他只是表达一个 我们对他的感谢之意嘛 好啦 赵康先生也讲说 民进党蔡英文 蔡英文总统他做就做 别忘了这边讲 他也认为人死为大 可是后面全部 你看我框起来 全部都在数落 安倍这不对那不对 没有没有觉得是人死为大 那相对来讲 你看朱立伦 我不认为那是国民党有必要 有必要跟著拿香跟著拜 但是做也没什么大大不会的 那他已经做了 那你们内部就把他又借题 發揮 又把他这个党主席重批一顿 那张亚中也错了 张亚中的文字还没用 像赵康康跟横索柱 裡面又讲到什么清華 你怎么样未安妇 金国神社这些东西 那就是一个仇日的情节 那明明主主义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山洞 过去我们就看到那个 中国大陆有发生过 砸商店 那个仇日情节 一旦被燃起来的时候 那不得了 那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人家被暗杀 然后不过就是降个半期 那就算是朱立伦 你觉得他这蠢啊 那干嘛拿箱跟着办 你有不同的意见 那有必要 那机关学校 国民党是 国民党不是在 所谓的机关学校 那个里头 你没有必要跟着 他们是这样想 不管怎样 他们觉得 就等于说 因为朱立伦这个动作 哦 把他们激出来了 把这些人 这些 在国民党里面 统派的 我们比较讲 亲近统派的 或者说 比较仇日的 底子里 骨子里的那种 满腹的那种仇日情节 这样爆炸开了 嗯 因为朱立伦这个事情 OK 好我们就近一点 我的结论是说 2008年 就国民党没有团结过啦 以前斗来斗去 你看 洪秀柱跟赵康 以前是老新新国党連線的嘛 一个去新党 一个没跟去嘛 那张文公 张文公更不用讲了 以前他们这批人 就说 老李时代的主流非主流 时代的战争 现在又回魂了 那 你说在这个节骨验 国民党只有2008 嗯 政权你非拿回来不可 政权你非拿回来不可 但是 现在越来越 这个政权拿回来 越来越远 就大家就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 就是强调自己是 最大的 自己最最存在感的 然后就 开始就蹦 这样每次 就什么事情就 一触即发 那这样的我请教 对你们国民党 有什么好处嘛 没有好处 那人家有加分啊 如果人家得明星人家加分 但是你们不只是扣分 我要把自己踩死了 我觉得国民党 每次都是这样 想要不要检察回应一下 这种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各有心眼 统独了 独乃蔡英文 同乃就刚刚那个光琴讲 那些人 好 今天 这个半夜的时候 蔡英文扪心质问 我谈法 法理情 是法理情还是情理法 但是法理情法 还是比情理大 而且法是建立在情理之中 社会风俗等等 法国在判决的时候 今天 我们跟日本有邦交 即使他是 他是卸任的元首 我认为 就该这样办起 我们讲法 你不能把情理 超越法 好 安倍我个人喜欢他的 我在节目表达 可是 我喜欢他 以及他对所有 对台湾的贡献 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办起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上 我息怒之谁 我觉得没有很重要 好 如果有朱立伦决定一个 我等一下讲朱立伦 我等一下讲朱立伦 先讲蔡英文再讲朱立伦 那蔡英文做这个事 做这个事 真的 只是像光秦这样 光明磊落 大家感谢他 也有操作的成分 也有统图在里面 再回来 那他降了半期 那国民党不是所属机关 不用降 朱立伦降就降了 我也没有很赞成他降 可是问题他降了以后 那些统派不必群集而公知 这个机会 也可能不是为了降半期 而是要搞朱立伦 所以事情很复杂 绝对不是一个 就是大家把事情讲 这事情讲不清楚 你知道 我认为 可是一出来以后 对于国民党就 扣分 扣分 就像你说做就做了 那也不需要再 做就做了嘛 我也没有很赞成他这样做 做就做了 你是主席你也尊重他一下 做就做了 而且他也有苦心嘛 但有些人很多人仇恨 我再讲 难道降半期只是统派 恨朱立伦吗 中华民国派有些也不高兴 这个跨了光谱 不是 不是国民党那一块 绿的当然超高兴 降半期 我讲结果论 我都不谈动机了 那可是 这个降半期 因为扯到法 以及 我觉得 中华民国派的人 是喜欢 安倍的 统派是讨厌安倍的 你去参观 是去进 可是 中华民国派 也很多 是不要降半期的 朱立伦也不要降半期 蔡英文也不要降半期 这个道理要讲得很细 要讲清楚 OK 柯立伦 这整件事情 一切缘起 当然就是因为 在礼拜五那天 你说发生了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令人理解的 就是维安到底 怎么可能会出现 像这样一些状况 我们现在全部里面 把包括你说韩国 那时候被罢免的附近会 然后看包括雷根的 那个时候 只要出现这种 你没有看过 维安跟随护 是这样的一些表现的 但他就是出现了 而这出现 好啦 现在回头讲说 那个凶贤 三上车也是因为 他对同一教有意见 他对于 那个甚或有人讲 他是因为很恨的是 安心界 所以一路到现在 是这个样吗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先声明一下 我打的是AZ疫苗 我打的是日本政府捐给台湾的AZ疫苗 所以我说一句话 就是说这样半期的事情 其实可以不用争论 很多人都打到了 是日本捐赠给我们的疫苗 那一段疫苗荒的时候 我觉得为安倍这样半期 我觉得大家都不用争论了 所以说一路到现在是这个样吗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说我先声明一下 我打的是AZ疫苗 我打的是日本政府捐给台湾的AZ疫苗 所以我说一句话 就是说这样半期的事情 其实可以不用争论 很多人都打到了 是日本捐赠给我们的疫苗 那一段疫苗荒的时候 我觉得为安倍这样半期 我觉得大家都不用争论了 不要用仇日的背后亲中 拿来当理由 那国民党内部为什么会 就其实你说他仇日 你的看板上面 他告诉你仇日翻过来叫亲中 所以立场没有什么变 亲中仇日 他的翻过来就是亲中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朱立伦 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 你跟美国讲的 讲的话 人家就说我看你回来主席怎么做 你到目前为止 这些人都还是搞不定 还是形成国民党蓝赢的复数 所以你朱立伦要嘛 你就大声请他们闭嘴 你又不敢 所以朱立伦会被大家看小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当然安倍这件事情 发生以后 其实很多的影片出来以后 大家对日本的为安 其实都打上很大的问号 包括包括奈良的警示厅 厅长出来 那个部长出来都承认 其实是有不适当的地方 当然你说 以前我们跑党政 其实也有跑总统等等 其实我们去随着总统参加一些群众 尤其是选举的浮选活动的话 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活动 我们都参与过 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质疑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事先看厌场地 那个场地 既然是一个360度接触群众的 就等于说你各方的人都可以接近 那你看厌场地以后 你怎么布置 又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大家在讨论的反应问题 就是说你怎么背后 可以让他趋近到这么近 开枪 你们的警卫人员里面 难道都不观察异状吗 不观察异状 照你们在那不是来听证件的 对 你们根本从头到尾不要你听证件 我只是要你看所有异常的人 叫你去听 有没有异常的声音 没有 随护随护人员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他在讲什么 你要管的是周边的安全问题 不是管他讲什么 然后大家也在质疑 就是第一枪跟第二枪之间的 时间的警卫的动作 其实我们常看到一些事情 就是当一些政治人物重要人物 你只要听到疑似枪响的时候 你经常会在画面或是电影上面 看到第一件事 随乎要把最重要的那个扑倒在地上 结果发现第一枪第二枪 没有这个动作 完全没有这个动作 因为扑倒在地上 你趴着他的之后 你的子弹被攻击的面非常小 你要再打到的困难度很高 第一个为什么是拉着扶着安倍走 而不是把他扑倒在地 让保护圈扩大 所以大家在质疑你的维安到底是 怎么做出来的吗 怎么做出来 所以一直都在批评过程当中 甚至于说你 你那个警卫去抓那个枪手的时候 然后你你经过碰到一个学生 结果你不是急着去抓那个枪手 是先停下来问一下学生 有没有问题啊 这些动作都很奇怪 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被强烈的批评 你包括奈良的警察局 这几天接了一千三百多通的电话 然后全部进去都是抱怨他们的电话 然后搞到他们也说 他们警卫厅里面电话打不出去 打不出去 当然那个影片 一副我可以请问一下 媒体上面一直传那个 女的神级保镖带刺玫瑰 那个女的 就是因为有一张相片 不是就是蹲在安倍旁边 有一个扎马尾戴口罩的那个女的嘛 然后大家都在问说 那个女的是不是一位叫 石田蒙美的一位女保镖 大家有一度认为那一位是 是的话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超级无敌厉害 对为什么大家认为说 如果他再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 对他的那种能力的肯定度是高到这个地步 认错了他不在场了 因为他有一个外号 他有一个外号叫代赤玫瑰 就是石田蒙美外号叫代赤玫瑰 其实他是二十三岁就进入了东京警卫厅 他爸爸本身就是干保镖 他爸爸本身就是警示厅的保镖 那他二十三岁进了警卫厅 他基本上见到三段 他也会空手到自由搏击 就从小跟他爸爸喜欢武术开始练嘛 然后规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当随乎拔枪开枪到射击 时间不能超过零点五秒 那石田蒙美零点二秒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他的各项的都很扎实 他曾经徒手对抗十个以空手道对抗十个空手道的男性选手 所以大家都觉得你再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个事呢 而且他二十三岁是首相野田 野田家彦的保镖 他二十三岁就当首相的保镖 首相走到哪里带到他那里 然后首相退了以后 他是安倍上来接首相的保镖 他是两任的首相保镖 所以有人说他不在联系 他是首相的保镖 他是首相的保镖 就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是首相他就是保镖 他不是安倍的保镖 不是安倍的保镖 然后其实刚才那个律师讲到说 要你观察外面 其实他就曾经被拍到过那个画面 安倍拿的东西掉了 他理都不理 安田跟石田蒙美 根本不去看安倍掉什么东西 他也不帮安倍剪 他两个眼睛就一直看着周遭 其实这是正确的 我们以前常常批评 有时候李登辉带着随户出去的时候 人家递东西给李前总 李总统的时候 他就把东西拿给随户 然后随户就帮他拎拎 那你想想你拎了半天 出现状况的时候 你手上全部拿东西 不要说零点二秒 一秒你都开不了枪 所以你看那个他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在的时候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 但是最后相片比对 其实那一个女的在安倍旁边站起来的时候 他是穿了一条黑白花的裤子 很花的裤子 基本上随户不会那样穿 然后里面是一个黄色的T恤 太显眼了 太显眼一般来说 随户基本上不会穿这么显眼 然后他们去查的时候 他可能是日本康护联盟的成员 跑过来发生事情 跑过来要紧急救援的人 因为事后的相片 那个裤子真的穿的太花了 OK 所以 当然这个遗憾悲剧还是发生了 那这件事情 当然在包括日本国内政坛 未来的修限 什么 会不会很快的启动 然后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联谊 对整个包括地缘政治 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都我们两次失去 这如此 非常愿吗